听说这个潮玩盲盒一个39最多能开出价值1000多的小熊 这一期我就花900块钱搞来一盒 里面一够24个一次性给大家拆个过瘾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是神丑狗在睡 没错这期我们不聊鞋子不聊衣服 我们来拆一拆这个bearbrick第40代的盲盒 可能有关注我微博的观众知道 我已经拿到这双藤原浩最新的三方联名 那你们可能就会问了 水哥这么好的热度你怎么不蹭一蹭呢 那其实呢我就在给大家准备这期视频的一个特殊福利 那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加三连走一波 说回我们今天开箱的主角就是这个bearbrick 那中文的话大家可以把它叫成金木熊 我这一次呢一共是买两大盒 然后一盒里面呢会有24个小的盲盒 那这期呢大家点赞或者收藏每满1000呢 就会有一只小熊加入之后的抽奖 那简单说一下价格 那现在一大盒的bearbrick呢 价格大概是900到1000之间 如果你单买的话 据我所知像比如说泡泡马特这样的连锁的话 它可能一个是卖你39块钱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39x24 但是呢我这一期会开一盒然后收藏一盒 因为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升值的价值的 这盒是第40系列盲盒嘛 那Medicom Toy这个公司呢 其实它每半年会出一个新的系列 所以算下来也是出了20年了 很容易理解那如果你现在想去收一个几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的完整全新的盒子的话 那肯定是要比它当时的发售价要贵非常非常多的 但现在其实还没过几个月时间 价格就已经涨了几十一百了 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就不要自己买来开 就看我开就好了 很快之后应该也会出41代 那我41代应该也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可能有人已经听烦了那更多介绍我们就边拆边讲 等了一两个月终于把它拆开了 舒服了舒服了 拆开之后就是这样啊 那如果你们是在线下店买的话 那一般他们也是会这样的形式去展示给你们 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来挑选 先说一个赚与亏的基本原则 就是大家看到这盒子侧边啊 它有一排就展示了这个盒子里面会出的一些熊的款式 那上面呢又会有每一个款式出的这个几率 当然说盒上印的这些款式以外呢 它还会有隐藏款以及超隐藏款 像我买的这本测试上面呢 它也是总结了这里面包含隐藏款和超隐藏款款式 也就是说这24个里面你猜出来这一个 就可以回一整盒的价钱甚至还有赚 接下来上音乐啊 我们边拆边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细节 第一个其实说实话 我买这个第40代系列呢 除了这个Daniel Artem的合作款以外 我最想开出来的就是这个 这次有个Ada Error的联名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我猜的第一个就是这个4.16%的艺术家合作款 哇这第一发的运气有一点好啊 其实除了这个小熊本体以外呢 它每一个熊还要配一个相应的卡片 这张卡片也是显示了它这个联名的主题 那这一个就是一个Miles合作的艺术家合作款 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个绿色Miles的款真的非常好看 第二发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还是一个挺稀有的款 我刚翻手册看一下 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小隐藏款 卡片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Peanuts的主题 这种我理解其实就算一个小小隐藏款了 因为它本身呢 其实有一个6.25%的另外一个版本的Peanuts 就是头上带一个蝴蝶结的 前两发都回本了 我看一下第三发这个手机如何 哦是这样一个 算是一个大理石 或者是很多人会把这一代的叫做星云款 这一款的暴率我看一下是8.33% 那虽然它其实都是这么样一个星云的图案 但实际上它每款开出来呢 它颜色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看目前也是有一定的价值 卡片也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袋子设计很不合理 我觉得很容易把卡撕损了 因为我最近又在入坑游戏王嘛 说实话如果对于这种卡片的这个品项 真的挺介意的 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图案款 其实呢这个Betbrick每一代都是有固定的款式区分 比如说它有基础款 就国动款 图案款 国旗款 恐怖款 科幻款 可爱款 动物款 英雄款 艺术家款 大概会有这些分类 那其实大家听了刚才应该就知道 其实有一种收藏方式呢就是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收藏国旗的款式 那就会把一到四十代每一代的国旗给它收齐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收藏方式 来我们拆第四个 接下来可以拆快一点 哇这不会又是一个离款吧 我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跟一个叫Natalie的艺术家合作的一个动物款 第五个开出来一个神奇女侠 哎呀这神奇女侠我真的是让我很苦涩 你看这个卡片上呢就这么好看 你再看这个熊呢 这长得跟个如花一样 你叫神奇如花算了吧 其实我也并不是很期待能开出超银款 因为超银款的爆率啊 它两箱才会出一个 一箱是四大盒 一盒二十四个 你们可以算一算啊 我其实帮你们算好了 它爆率呢就一百九十二分之一 所以它这个一个卖一千多块钱呢 我觉得也是合理之中嘛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拆出来的话 其实也是蛮难的 第六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家合作款 然后它合作对象好像是一个什么 日元重工海洋探索者机器人 长得还行吧 长得还行 走你 啊不幸中的万幸吧 来我把卡片也拆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款呢就是我这盒拆到第七个 终于出了基石款 那基石款其实是爆率最高的 但为什么我说不幸中的万幸呢 就是它出的这个基石款的里面 at这个字母的图案 因为这个基石款虽然样子都同样这么一个样子 但它其实呢 它每个胸前的字母印的可能是不同的 后期一套就是bare brick 这每个字母 其实里面最值钱的 毋庸置疑就是带这个at图案的这个a了 那这一代基石款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点就在于 它现在看是透明的 那它如果太阳晒过之后呢 就会是这种卡片上这种有点焦褐色这种颜色 也就是说它是会变色的 总体来说其实40代这一代的整体的盲盒的素质还是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40代还算是一个值得抱和的一个系列 第八个 走你 恐怖款 说一个叫black burn这样一个款式 但我看它这个背面图案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蜘蛛侠 这个系列我记得比较出名的 好像是出过终结者还是科学怪人之类的什么东西 接着来啊 第九个开出重复的了 就我刚才说过那个艺术家合作的动物款 卡片都没心思拆了 直接跳过 第十个 这个比刚才还拉胯 又来了一个神奇女夹 我靠 第十一个 我服了 又几个重复的 下一个 我靠 怎么能脸着给我重复的 我 妈个机 真的是前几个运气还可以越后面越差 我靠 第十三个 第十三个 行了终于不重复了 开出来一个叫做Robie的机器人科幻款 第十四个 这个勉强算是不重复吧 我刚才开出来拼了这是离款 那这个就是表款 大家可以看它前面是有一个蝴蝶结 背后呢是有一个类似于黑色爱心的这张图案 下一个是一个基础款 我也不用拆卡了 它上面是一个R字 也算是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吧 还剩下最后九个 现在连一个A的都没给我出 这不合适吧 下一个 又是一个重复的这个科幻款 这个是真心一般 倒数第八个 拆出来一个国旗款 这个巴拿马的国旗 卡片长这样 熊长这样 这个还算是我觉得颜值不错的一个国旗款 又是一个离款的Pinus 我这个离款怎么出的比表款还多啊 当年陈刀仔能用三十万赢到三千七百万 我淡水开出一个超隐藏款 应该不是问题 应该不是问题 然后就给我来个国旗 倒数第五个 倒数第五个又开出来一个科幻款的机器人 那这个也是一个离款式 刚才开出来这个是表款式 那这个表里也是可以凑一对了 倒数第四个 我在这探什么气啊 就问尼玛开出隐藏款了 这个是叫做delivery parking 我一下没认出来 我以为开出来一个什么 啥什么东西 这一发是真的还可以啊 终于是开出来一个叫delivery parking的隐藏款啊 大家看盒子上突然就知道 是没有我手上这个款式的 可以可以隐藏款啊 勉强算是回类摸鞋 希望我最后三个再来出个隐藏款 好吧再出一个隐藏款 说实话这个拆到最后三个 我真的是有一点那种猴急的状态了 你懂的就是第一次跟你的女朋友 好倒入第三个 倒入第三个开出一个不算重复的果冻款 那据说这个是草莓冰淇淋 但我个人感觉怎么像是这个熊杀现场 这个雪淋淋的滴下来 真的是草莓冰淇淋吗 最后两个了 就这样都不给我出个A的Arrow吗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艺术家款式 这个是一个叫做LCAE的一个艺术家合作款式 他就在上面画了很多小人 卡片上面也是相同的图案 然后背面就有他这样一个签名 熊的背后其实也是有他签名的 完蛋了只剩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就和这个款式一样好吧 雪淋淋雪崩 这个事情教导我们什么 就是不要开盲盒 千万不要开盲盒 十开九亏 谁开谁闪 说实话这我开完我真的是 心都碎了 怎么就开出来一些这么些玩意儿 最后所有开出来的款式来给大家展示一波吧 怎么样大家觉得我是亏了还是没亏 大家看到这个暴率之后呢 我不知道你们还敢不敢去开 反正我就只是为了开一个A的Arrow这个联名 硬实就开不出来 好那这期拆盲盒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大家看主播拆这个雪灰 是不是看得很开心 开心就够了 你们开心我亏一点也就亏了 那大家记得就把关注三连走起来走一波 我之后才有动力继续给你们开41代盲盒吗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这一堆了 这一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